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多家外媒报道,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东部,旨在阻止巴以冲突升级或扩大的势力。 华盛顿还调动了F-15、F-16和A-10等战机增强现有战机中队的实力。 这一行动被指示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,并向敌视以色列的势力发出了威慑信号。 此次部署也展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和全球待命状态。 美国海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的抵达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,值得关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